本节课程主要展示MediaPipe的趣味玩法 MediaPipe是一款由Google开发 并且免费开源的数据流处理机器学习应用框架 它可以随时随地部署 适用于多类环境 具体介绍也可以到相关的官网进行学习和了解 功能代码在对应的路径下 需要学习的用户可以到此路径下查看和使用 在可视化桌面系统打开终端 我们需要先进入Docker容器内 否则将会运行报错 运行相关的检测代码 就可以看到检测效果了 这里只做部分功能演示 大家也可以自己去运行其他的检测代码 另外打开一个终端 先通过指令查询已经开启的容器ID 然后将代码里的容器ID修改为自己查询到的ID号 此时就进入了同一个ID的容器内 运行点云发布程序 然后开启RVIC查看点云图 按照教程添加已经发布的话题 由于树莓派硬件性能限制 这一部分将会有卡顿杆 调整好窗口后 就可以看到手势的点云图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